老古石公园是本县西语乡一个自然的保障 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和民众前来欣赏这壮观的地质和生态景观 然而近期因为老古石公园无照明设备引起了议员关切 议员建议增设照明设备以提升游客的安全性 而为了深入了解当地的状况 旅游处邀请西语乡长以及议员共同会看老古石公园 议员许岳里也表示老古石公园是西语乡一个重要景点 但目前公园内缺乏照明设备 尤其在夜间游客可能会面临安全风险 因此议员建议增设提升公园的安全性 我做乡长已经全部的长已经宣布了 不过我们留处了 所以这个老古石公园在那时候就是没有用丁路 够山坡够去 乡长大家在说我们吃饭 现在大家都在运动不求阿民望 希望我们留处会在香港到沙山 然后就用两扒丁 比较更紧的给乡长 无论乡长还是幼稚 都很合影 这就是拜托留处 拜托我们管府 我们管府到沙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旅游处邀请了西域乡长以及议员一同来进行会刊 实地的考察老古石公园的状况 会刊中 与会人员也仔细地观察公园内的照明情况 并增设了照明设施的可能性进行讨论 这个老古石公园我们在之前 县政府也投入非常多的建设经费 新建了这个相关的一个设施 包含上到上面去这个观景的一些步道 还有一些折音的凉亭 那这边的这个装置艺术 这个船的装置艺术是由西域乡公所来做的 也创造了很多游客到这边打卡拍照的一个点 那这个点非常的适合大家来这边走访 所以在最近的一次 宏湖县议会的临时会里面 许岳里议员特别也建议说 这一区大概夜间上到上面 就缺少这个照明的设备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许议员跟西域乡的乡长 我们一起来这边稍微再了解一下 看怎么样增加这个照明设备 还有其他的一个设施上面 有没有需要再充实改善的地方 此外旅游处也表示 他们会持续与西域乡公所和议员合作 共同来推动老古石公园的有期发展 并确保公园设施以及设备符合安全标准 以提供游客一个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 记者吴孟伦报导